一分钟两张红牌,中超爆发,激烈冲突,两大主帅,情绪失控,欲暴打,主裁判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啊,那么目前的中超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当中,每个球队也都在非常努力的争取能够在本赛季获得更好的成绩 在最近落下尾幕的一场比赛当中的北京国安和天津金门湖是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那么在这一次二次较量的比赛过程当中的北京国安最终的还是比较实力强大 2比1呢,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当然其实啊,胜利归胜利啊,虽然说拿下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但是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呢,其实也是付出了惨痛代价 因为在比赛过程当中的发生一个巨大的争议,导致北京国安这边的两大主帅 包括主教练和助理教练的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最终的和裁判这边的发起争执 导致裁判这一分钟的发出了两张红牌 把这个主帅的双双给罚下 所以可以说这个场面的让北京国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整个中超联赛当中呢,也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回顾一下,分析一下,为什么北京国安这两个主帅会如此激动 导致整个场面失控,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当时的最主要的争议呢,是发现在比赛呢,差不多是第77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呢,天津金门湖这边的球员呢,也是苏元东的一脚破门 帮助球队呢,拿回了一分 但是与此同时啊,这个时候北京国安的教练呢,是认为这个动作是有问题 这个进球呢,是有问题的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啊,在他们呢,朝元东这边提出质疑之后的话 却遭到裁判这边开出的一个红牌 最终呢,把他给罚下来 那么在此之后的话,北京国安这边的主帅 谢峰呢,也看起来非常的激动 他也接二连三呢,提出质疑 结果没有想到呢,裁判呢,也是立马呢,给他了一张红牌 所以最终呢,北京国安这边的裁判啊,这个两个主帅呢,两个教练也是双双被罚下 这个场面呢,真的是非常火爆 本来以为呢,主裁判开出两张红牌,能够让这两个教练呢,彻底沉浸下来 结果没有想到呢,谢峰在收到红牌之后呢,反倒是更加激动 冲到裁判面前呢,进行一个质问 而且呢,看起来啊,真的是要暴打裁判的一个样子 连他的球员呢,拉都拉不住 还好最终呢,裁判和对方没有发起进一步的冲突 那么这个事情呢,才彻底平息下来 但是最终的话,因为他们这边的整体情绪失控呢 也是遭到红牌罚下,这样的一个惩罚呢,是非常严重的 最终接下来的话,可能呢,竹鞋这边呢 还有可能会进行一个追罚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这个北京国安虽然说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爆发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冲突呢 也让整个球队确确实实是吃了一个大亏 付出了惨痛的一个代价 所以说实话,接下来对于北京国安来说呢 那针对这场比赛的一个教训呢,可能接下来确实呢,也应该吸取一下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此前呢,深圳队呢,其实进行比赛的时候也同样的爆发出了一些类似的冲突 但是最终呢,其实啊,他们和裁判发生一些 比较大的一个争抢,或者说比较大的一个 这个争吵之后的话,实际上对整个球队来说 确实没有太多的好处 反倒到头来呢,还有可能遭到竹鞋的一个追罚 所以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呢,要么面对这个争议的判罚呢 向竹鞋提出抗议,向技术团呢提出抗议 要么就完全不要理会这个事情 否则到头来呢,其实整体的一个判罚呢,对于球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整个比赛场当中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还是最好呢,不要去打架,不要去伤人 否则到头来呢,你原本是对的也会变成错的一方 确实是得不偿失的 接下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冷静的参加后续的比赛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